很多香港人都認為 新聞傳媒的自我審查是越來越嚴重 這個也很容易理解的 因為香港的新聞傳媒 近這10年基本上都是被中資或者親中的機構收求了 譬如說著名的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在香港已經有八年基業了 也是被馬雲收求了 而譬如說明報 也是一些馬來西亞的集團 但是在中國有生意的 更加不要說東方、星島這些部長 電視台TVB也是跟中資有千事萬有的關係 所以新聞傳媒的自我審查越來越嚴重 好了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指出 人人有發表自由的權利 此種種包括以文字或出版或其他方式尋求接受 及傳播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該公約也規定 這些自由的行使 是附有特別的責任和義務的 不只是有自由的 也有責任和義務的 鼓勵是予以某種程度的限制的 但是此種限制是已經過法律的規定 這個有必要的限制 第一 就是會尊重他人的權利及名聲 就是我有新聞自由 但是如果我的新聞自由 會損害到別人的名聲和名譽 而那些事情是基於不是事實的 香港有其他法例 就叫做誹謗罪 所以如果那些是事實的 不涉及誹謗 不涉及誹謗的情況下 這些都是有新聞的自由的 第二種 是保障國家的安全和公共的秩序 香港有基本法第23條 說公共衛生的風化 由此可見 新聞自由並不是絕對的 這裡要舉一個兩難的情景 我就試一下給大家看看兩個兩難的情景 第一個兩難的情景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記者 你明知道明天8點會封城 因為有公共衛生事件 Biohasa 撕殺列車 明天8點會封城 那你是否在今天揭露出來 如果你在今天揭露出來 那些人就走了 這個封城的效果可能是消失了 沒有了 而對全球的公共衛生 可能也會構成了一種嚴重的威脅 而公眾有沒有知情權呢? 公眾也有知情權 這是兩難的 你問我 我認為關鍵就是什麼呢? 公眾利益 公眾利益是你考慮 應不應該將這宗新聞公佈出來的 究竟公佈出來的公共利益會最大化? 還是不公佈出來的公共利益會最大化? 這就是關鍵 所以如果涉及到公共衛生政策的有效性 似乎不公佈出來 不報導這宗新聞 是對公眾利益有最大化的 因為只要封城 譬如說你城內的病毒 才不能夠擴散到全球 如果不擴散到全球的話 那麼對人類的安危幸福 是應該會最大化的 所以當國家安全、社會安全 以及新聞自由之間 均衡點應該是所謂的公眾利益 但是當然了 這個公眾利益是抽象的 往往都要上去法庭打官司 才知道誰是更符合公眾利益的 社會誰才是最大化的 那麼這個呢 在歷史上有很多的判案 譬如說之前我講過Kathleen的案件 在英國有一個吹哨人 他本身就是一個翻譯員 在軍情陸署裏面 是做翻譯的MI6 旗下的一個翻譯機構裏面做 那麼他有一天就收到一個E-mail 這個E-mail是MI6裏面的機密文件 原來得知英國政府和美國政府勾結 在伊拉克的戰爭裏面 隱瞞了很多重要的資訊 誤導了公眾 意圖操控伊拉克裏面的選舉 那麼 喂 你是一個翻譯員 你公佈出來的話 你洩露給傳媒 如果傳媒在報道 他最後交給傳媒 傳媒如果去報道 傳媒可能就會犯罰 那個人也會被人拘捕 但如果你不公佈出來的話 市民就沒有知情權 他不知道政府是在欺騙人民 是說謊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 英國的報章 他就查證了這宗消息 想辦法查證 但當然這些國家機密很難查證 他只能夠查證到洩露者的身份 他知道洩露者的身份 是軍情六處的人員 可靠的 然後他就公佈出來 最後就是令到市民知道 原來政府 貝利亞為首的內閣政府 在欺騙人民 那麼人民才能夠用選票去懲罰懲治他 所以在這個時候 吹哨人提供的資料 記者傳媒 是有責任披露的 因為他的公眾利益 就是令到人知道政府是欺瞞 他跟公共衛生政策是不同的 公共衛生政策 他不是一種欺瞞 而是一種有效的手段 要保密 保密之後 他的動機是一種正義性 但是伊拉克事件 貝利亞手上的動機 就是一種欺瞞性 所以兩者的公共利益是不一樣的 說回最近一宗新聞 就是所謂的李文亮醫生吹哨人事件 其實在12月31日 很多人已經知道了 海外媒體也知道 台灣也知道 我自己也知道 所以我在12月31日 我報導了 在YouTube裡面 報導了 武漢出現了不明肺炎的事情 這個是有公共利益的 因為你只要不斷說 即使這件事不知是真還是假 你不斷說 你就要求那些人去查真還是假 如果你不去說 可能連查的人都沒有 你說的時期 例如我們一月份不斷說的事情 有很多人來罵我們 說我是沒有證據 說我抹黑祖國 抹黑中國 但是作為一個自媒體 那你是要不斷說 令到一些人提高他的警戒性 這個是有公共利益性的 在裡面 所以關鍵的兩環的地方 就是公共利益 在法治的國家 這個公共利益 記者、吹哨人是會得到保障的 所以英國那單新聞 Kathleen最後是無罪釋放的 當然了 美國的斯洛登 她知道零鏡計劃 她洩露給傳媒 斯洛登是被追捕的 但是傳媒至少是不會因為報導這件事而追捕的 但是中國呢 就不是了 中國之前有所謂親不講 親不講不是洩露者被抓 連講的人提的人也被抓 這就是一些法治國家 和非法治國家 對於記者、新聞、傳媒的保障 分別在哪裡 當然了 如果你在站在中國的角度來講 中國的傳媒 她不是監察的 剛才有一點就是監察 中國的傳媒並沒有所謂監察 社會監察政府、監督政府的功能 因為中國的傳媒是黨的後事 央視盛黨 聽你指揮、為你效忠 她是親自宣誓向習近平說的 除了央視之外 中國的國家媒體很多都有官方的背景 又派著黨委 黨委書記在裡面 所以中國的媒體是一種後事 她的目的是宣傳官方的訊息 即使這件事不是真的 她都要宣傳到底 所以中國特色的傳媒 是不能夠和今天香港所說的 普世特色的傳媒相提並論的 即使美國和英國都有官媒 美國之音和英國電視廣播電台BBC 但是這兩個媒體都是政府眼中釘來的 但是他們都有監督政府的在路 因為這個分得很清楚 他們是為國家效忠的 英國電視廣播有限公司 是為英國效忠的 美國之音是為美國效忠的 他不是為執政黨而效忠的 執政黨會輪替的 所以在美國、英國 他們的特朗普或者英國的首相 都會視他們這些媒體為眼中釘的 因為他們往往會針對執政黨的政策 香港電台也是 針對香港的執政政府來做 但問題是香港的執政政府 是沒有政黨輪替的 所以這就會令香港的執政黨 執政政府、建制派 香港沒有執政黨的 建制派或者藍絲 非常不滿 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是 吃政府的飯 他集政府的我 吃我的飯 去炸我的鍋 他們有這種思維 所以認為漫漫不能接受的 今天就講了這條通識的題目